我其实是 喉咙出了一些状况问题 最后来治疗的时间有多长 其实三年的时间都在治疗 的确会有人去猜我 到底去哪里了 就完全消失了 身后五个孩子了 一类的 我乱猜 我觉得也是老天爷的旨意 算是我有绝望过 可能会转行的想法都出现了之后 然后还可以再回来唱歌 让我的职业病早一点犯 注意身体 然后要注意保护自己 然后也更加珍惜身边的所有任何事 有一个 有一个 三个 银行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融 今天访问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刘席君 大家好我是刘席君 乐融你好 第一次来 对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台北上就上节目上宣传 所以可是其实已经算出道蛮久了 对出道其实是比较怎么讲大家比较认识我大概是在九年前八九年前的时候参加比赛 要不跟大家讲一下说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圈子 其实我很早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歌了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没有这么就是知道我 然后后来是参加了09年的快乐女生的比赛 然后才大家就是更加的更加多人知道我了 然后后来就发基本上就是希望自己能保持 就是一年有一张唱片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节奏去做 但是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身体的原因 然后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个中间其实我们有看到这个报道 中间有过完全不能唱歌的阶段 对有大概三年的时间 三年很长 很吓人 而且是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就听到一些艺人朋友讲说 他们中间可能经历过一些状况 或者是低潮或者是身体的病痛 可是我们是回头看觉得那是两年那是三年 但在当时并不知道 对不对 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 那个某种的噩梦或低谷会过去 当下的话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生病比较严重 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其实是喉咙出了一些状况问题 是使用过度吗还是 我觉得其实有算是 就是有算是劳累 比较劳累过度 然后出现了一些就是自主神经 就是有点混乱 混乱的问题 是喉咙的自主神经 对是是是 哇我们第一次听到 对但是一般我们觉得喉咙不舒服的话可能都会 是发炎的 觉得发炎或者是掌检一类的这种 我觉得算是职业病 是 那对 但是但是其实 神自主神经也算是一种职业病了 只是只是说他可能不那么容易被发现 所以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才确确定说 哦原来跟那个其他的病 就是病理上的无关系 嗯对对对 所以后来治疗的时间有多长 其实三年的时间都在治疗 都算是治疗 只是说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视 我觉得说可能是感冒或什么休息一下就好了 可能就一些常规的方式进生啊 什么的这种 但是后来发现 呃就开始去找医生 中医西医都有去试啊 比如针灸吃药打针都试了 然后发现没有效果 然后就是 一直就 最因为最严重的时候是说话都有困难 哦 就是嗯 嗯就是像聊天的话都会都会累 那时候尽量都不讲话 都尽量不讲话 因为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那段时间会比较焦虑 然后比较有一点点抑郁的感觉 是会很 三年因为时间说常不常说短不短 就是其实对于歌手来讲 或者对于我的歌迷朋友关注我的朋友来讲 还是正在一个上升波段的时候 对对对 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一个打击 对 那时候怎么 谁陪你度过 家人啦 家人 对对对那那个时候 因为其实我工作的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北京 但是我家在深圳嘛 你是深圳人 对我是深圳人 然后那段时间有回家 然后回家 跟家人一起生活 但其实 每天的话 家人也会比较担心我的状况 因为每天都是有点 郁闷 看起来 出门苦脸的待在家里 会有一些吧 因为找不到解决方式 要不就是出门去去治疗 要不就是在家里 然后也不能 呃基本上所有我的活动都退掉了 对 除除了一些 比如说在之前的时候接的一些工作 就必须得要去旅行程度完成它 之外 都都其他的都推掉 然后是静养的一个状态 后来再好的时候 是突然好的吗 是 是一种很像惊喜的状态 其实它也是慢慢慢慢的 其实不是突然好的 是后来因为都试过了吃药打针 就是我们正常的觉得耳鼻喉这种 呃方式去治疗的都试过 没有起色之后 有一次有一次机缘巧合碰到了一个 就是就是喉咙这一块的神经的专家 然后才慢慢才确诊说知道是这一方面的问题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半信半疑 因为 实话说治疗的有一点点 疲惫 绝望 嗯 对 但是 呃也是半信半疑 就抱着就是病急乱投医 或者是说呃 试一试的态度 然后去尝试 但是又终于出现了 有效果了 所以就通过一些物理的 物理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信心吧 是 因为其实像自主神经 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如果你呃 你特别的害怕去唱歌 去说话的话 可能就是会越来越严重 哦 嗯 对对对 所以我最严重的时候说不出来话 其实也是很多 有心音性的 跟自己的心理 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后来在从事职业的歌手生涯的时候 会特别保护嗓子 还是其实反而觉得跟那个物 物理性没有什么关系了 反而是一切都放轻松 还是有真的生病 对不完全是心理作用 他因为是真的神经的部分的话 他是真的出现了一些失调 那就等于说想办法用物理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发生的练习 练习去稳定他的情况之下 调整自己的一个 保持自己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吧 对 我觉得其实呃 那三年的经历对我来讲 很多很多 呃 大众吧 就会觉得很惋惜啊 习近 就是 因为生病 感觉 特别的习君 对 感觉是 感觉就是三年的时间耽误了 然后对于歌迷朋友来讲的话 就三年没见 我就觉得是 很想念 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 首先是 我是生命之后才告诉大家我生病的 就是好了之后才告诉大家生命的事情 真的吗 对 你完全没有 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 要强的 对 要强 然后报喜不报忧的人 所以 是后来有好准之后才跟大家讲说 我好一些了 然后就是我生病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往好的方向走了 那那个中间你怎么说 变成微博或你 你总要说些什么事 没说 都不说 对 我网路 我要嫁人了 就消失 就 的确说有人去猜我 到底去哪里了 就完全消失了 但是后来 生了五个孩子了 一类的 哈哈哈 我乱猜 没有 真有人猜我结婚生子 但是 其实后来就跟大家解释吧 并没有 但但 但是 的确是 我的性格是这样子 OK 嗯 然后后来跟大家去讲的 讲这件事情之后 但我的歌迷朋友们都很心疼 就关注我的朋友就是会觉得 呃 很 就是 就比较联系 是 然后 我其实也特别特别的 想要感谢我的歌迷朋友们 一直的 守候 等待 支持 那 我的话 我觉得也是老天爷的旨意 让我可以 可以有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是 算是我有绝望过 嗯 可能会转行的想法都出现了之后 然后还可以再回来唱歌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是一个好事情 是 嗯 就是让 让我 让我的职业病早一点犯 哈哈 然后 然后 呃 提醒我 要 注意身体 然后要注意保护自己 然后也 更加珍惜身边的所有人和事 嗯 嗯 因为我没有听过你 早年的歌声 嗯 所以我不太确定 你 所以你只好自己说 嗯 就是 你觉得现在的 二零一八年的唱歌的 嗯 你跟 当年的你 音色啊 或者是 音质啊 技巧啊 你觉得有改变 我觉得会有一些变化 首先我觉得人长大了 呃 对于 歌曲的演绎的故事性 还有就是 情绪会比以前更加的浓厚 深厚一些 更深刻了 嗯 嗯 其次就是 演唱的唱法吧 其实也有做一些调整 就是 可能以前声音听起来 比较少女 或者是单薄一些 你以前是走少女 呃 可爱路线 不是可爱 就是 但是就是比较 呃 文艺少女吧 我觉得 有一有一点少女感 我可以听 我可以听一点点吗 啊 因为早年的歌 可是 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子的 因为早年的歌是 歌是 还是那些 就是情歌的东西 但是可能我现在的演唱的方式 和以前会不一样 或者说 经历了时间的 呃 磨练之后 我唱出来的感觉 会比以前更有故事感 是是是 对 但那个时候 唱出来相对青涩一些 嗯 会是 会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人 长大了 对 唱的会不一样了 但歌的话 还是 还是 还是抒情歌 对 抒情歌 我那个时候 我 大家 最喜欢我的一首歌 早期的一个歌是 叫做 我很快乐 嗯哼 对 这首歌的话算是我早期的作品 但是 很多 朋友到现在都非常喜欢 我们可以听一小段吗 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好啊 我也不会难过 你不要少看我 有什么熬不过 大不了唱首歌 虽然是悲伤的歌 声音有点颤抖 也比你好得多 我还是很快乐 我才不会难过 你别太少看我 有什么熬不过 谁说我不能喝 我喝的比谁都多 走路有点颠簸 也比你唱得多 我还是很快乐 我还是很快乐 但是我会一直 gehным 促美唱相 倒流 于是 即使我 很快乐 很快乐 然后卧强 这一张 整个人就是很 人的性格很温和 然后跟他交流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合作嘛 他没有那么了解我 他也尝试在摸索 就是属于我 或者适合我的东西 但是还挺合拍的 这是正男第一次合作 郭鼎的话是老朋友 因为我跟他 已经是第三张专辑的合作了 他原来就给我 写的歌可能就会像 刚刚我很快乐那种 像偏抒情的情歌的东西 但是这张专辑 他就是更加的 写得更加的独立了 因为我和他 常常会在一起讲说 音乐的风格和方向 应该往哪里走 他就一直希望 我能尝试一些 不同的音乐的曲风 像这一次就是一个 相对比较大胆的一个尝试 是他说服你的 算是我们可能 觉得音乐要玩起来 然后去想要一起 共同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在音乐上面 我发现我挑众的歌 我个人偏爱的好像比较是 是正男这边制作的 是是是因为 因为这样专辑分成了 AB两块 然后非常的故意把他们两个制作人完全去分开 因为风格不一样 也显现你不同的挑战就对了 对就让大家看到就是 诶可能还这样专辑 虽说是一个变化很大的 跟原来与区别很大的一张专辑 但是里面还是会有不同面 是 所以齐君自己真的个性是 我的性格比较直接 就是说话比较直接 然后耿直 然后不算是特别 柔顺 柔顺对 依赖 那种女生 不算 不算 嗯不算 我觉得是相对性格比较独立一点 就是可以自己独处 小时候会是属于那种 就是老师和家长 我觉得有点孤僻的孩子 真的啊 对对对 我以为是那种班长还是什么 不是的 不是 就是不太喜欢说话 性格小时候很内向 嗯 长大之后 尤其进入这个花花世界 进入了就是做歌手的这个行业之后 其实就像日常我们做宣传通告什么的 就话会变得很多 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来了 就是比以前能说话了 嗯 然后更加善于去表达自己了 嗯 我我把它点一首说完 但是他说不适合 经验经常的表现 我觉得可以选别的 试睡症 我觉得试睡症 试睡症是 嗯 试睡症可以 和你本人有什么关系吗 试睡症这首歌是 还是在表达一个情境 呃是一个情境啦 因为试睡症这首歌其实是正男的制作嘛 但不是他写的 是他非常强力推荐的一首歌 嗯 然后当时拿到这个歌的demo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他就是一首 呃 像我们 就像我过往唱的一个就是抒情歌 抒情这么说吧抒情芭蜡的那种感觉的歌 嗯 但是我和他就 就他也不太想往那个方向去做 所以 其实这首歌 做出来是相对有点清冷的 嗯 然后整个音乐风格 然后把整个歌曲的速度也放慢了 是 然后去把它做得很 试睡 就很适合 很适合 就是真的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去听 然后我们来听一段好不好 想你是方位 梦中是气味 梦你是因为 没有因为 每当我深睡 所有细微 所有细微 没结的碎片 在梦里面 依然 完美 好开心 一直都是这么轻柔的吗 呃 有唱过 那种别的大嗓门的歌吗 呃 特别的 大嗓门的也没有 但是有属于那种跨度很大的歌会有 嗯 对对对 像其实上一张 我的上一张专辑叫 《当我身边空无一人》 其实那个时候也 郭鼎也有写嘛 他写了一首歌叫 来 跨度就特别的大 跨情剑的 钢情剑的十八度 哇 对 哈哈 说是一个 轻松吗 极限 哈哈哈哈 是是属于挑战我自己的 音域的一个极限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嗯 但我自己也逼了 我自己去尝试这首歌 好像我看资料上 你曾翻唱过邓丽君的歌吗 对对对 是我的个人的第三张专辑 就做了一整张的邓丽君的翻唱 那说是你自己觉得 还是别人觉得你声音很适合 是因为我其实在 在比赛就是大家不要知道我的那个比赛的比赛过程当中 其实有唱过邓丽君的歌 但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听着他的歌长大 家里人也会选择就是他的歌去听 然后比如说像很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啊 像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嘛 对 第一次才知道一个其实来自中国大陆可是已经唱得非常好的一个 女歌手 谢谢乐 recht 希望你健健康康 好 然后这张专辑叫做 如我 哎这个是 这上面没有任何 这什么都会有 这是其实 但是这个是我的专辑的概念 因为我这张专辑是没有 没有我的人像照片在封面的 因为之前的四张专辑 其实都有我的人像 但这张专辑其实做的比较概念 和比较 就是音乐风格比较实验性 所以有整个 我觉得挺艺术的 很好 是整个唱片的概念 就做的相对比较 让大家去听歌更多 然后还有就是 再去感受这个歌曲的氛围更多一些 不过还是有美女照了 里面就有了 就公司说不能一张照片都没有 所以我就还是有一些照片 是买回家就看到了 对专辑是一个镜面 希望大家在听这样专辑的时候 不用太在意一张专辑 一定是刘希君唱的 而是从这样专辑里面去 拿到封面的时候 首先看到的是自己 就是如我 如我 一一念之间或如是真我 是 嗯 谢谢 谢谢刘希君 谢谢 谢谢乐容哥 在梦里面 一生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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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